近日 四川梅山市公安局 东坡区分局大石桥派出所 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件 犯罪嫌疑人专挑私家车下手 他们的盗窃手法并不高明 但是却屡屡得手 其实还和这些私家车车主的 一个习惯有关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 白衣男子还想狡辩 他不知道 就像他在停车场守株待兔 寻找猎物一样 民警已经对这个停车场 布控了12天 女士把我们派出了报警 说他放在车里两万多块钱 钱金不见了 接到报警后 民警展开调查 由于报警人叶女士 无法确认两万多元现金 是什么时间又在哪里丢失的 民警只能根据叶女士提供的情况 对报警人两天的轨迹进行排查 最终民警在叶女士去过的 梅山大市场发现了情况 通过停车场的公共视频可以看到 叶女士将车停好离开汽车以后 路边一名男子 慢慢靠近叶女士的汽车 在汽车附近溜达观察了一阵后 男子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迅速就是他看车轮的情况 看他车轮就放进一个包 然后嫌疑人就把包打开 发现里面装了现金 然后迅速就把里面现金就拿走了 两万多块钱 50秒后 男子作案完毕 关门离开 10分钟后 叶女士买菜回来 开车离开了停车场 民警进一步追踪发现 男子作案后离开了梅山 民警进一步回看视频发现 男子一直在停车场周围溜达 寻找作案目标 看来男子是把这里当成了 守株待兔的场所 经过12天的等待 嫌疑人再一次出现在了停车场 就在他刚得手离开现场时 被民警抓获 在嫌疑人家中 民警找到了嫌疑人 还没有挥霍完的部分现金 通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嫌疑人 并没有什么技术手段 就是蹲在停车场 寻找车主粗心忘记锁车门的车辆下手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